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奇幻科学城 太命大不同 大家好 我们就是奇幻博士团 那今天的奇幻科学之门开启了 欢迎孩子王红果果和可爱的萌娃宝贝们 欢迎你们 超级孩子王红果果 著名节目主持人 本期他将和萌娃一起体验平衡的奇妙魅力 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一样东西呢 如果我们人类没有了它 就没有办法在地球上生存了 是什么呢 如果没有水的话我们不能生存 因为有一句话是 水是生命之源 我有反驳 你说 那个水也可以 汽锅里面也有水啊 然后水没了的话 还可以去那个 吃果 吃那个 吃水果呀 他说啊 没有水也可以活 因为有水果 还得有电和风 因为有那个风力发电 然后而且有电的话 我们就可以暖和 在冬天的时候 就不用畏惧寒冬了 瞧瞧这些孩子多厉害 那其实啊刚才小朋友说的都对啊 阳光空气水我们肯定都离不了 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一样东西呢 可能大家不那么熟悉 叫做平衡 其实呢平衡既是一个理科概念 还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 在中国文化史上平衡是很重要的观念 反映在故宫的建筑当中 故宫三大殿一进五门呢 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 你看顺序都不会错 太和殿呢是天地交态 人与自然的平衡 中和殿呢叫中庸和谐 是人与社会的平衡 保和殿呢是保有自我 是人与自我的平衡 我们的古人很懂科学 很讲就好 我们都是一群科学家嘛 一听到中和一听到保和 我们想到都是物理和化学 把科学都和我们的宫殿 起名融合在一起 咱们赶紧请上今天的神奇大教授 来自北京化工大学的郎海涛老师 掌声有请 郎老师好 郎老师好 郎老师好帅啊 郎海涛北京化工大学理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老师 今天他将带领萌娃 一起玩转平衡的力量 大家好 我叫郎海涛 来自北京化工大学理学院 我是一名玻璃老师 非常高兴来到奇幻科学城 刚才几位博士们提到的平衡问题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确无处不在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我刚刚从科学之门 走到这里来的这过程当中 这里面就有一系列的平衡问题 刚才我站在抬口 听大家打招呼的时候 我的双腿稍稍岔开 而没有像孙悟空一样 给大家来一个金鸡独立 就是因为双腿站在地上 比单腿站在地上 要更平衡一些 那么我走过来的时候呢 我迈开一条腿 身体随之前倾 那么站立时候的平衡就被打破了 但是呢 由于我的腿马上就落地了 所以呢 我没有摔倒 就这样走到大家面前 埃及的金字塔 它在尼罗河畔 已经屹立了4000年 那么它的结构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下面敦厚 上面呢比较轻 这样的一个稳定的结构 就是它能够在尼罗河畔 屹立4000年的一个主要原因吧 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把金字塔倒过来的话 那么我想它就不会在尼罗河畔 屹立到现在让我们看到了 大家想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是不是说 这样下面小上面大的结构 就不稳定呢 大家都玩过陀螺 那么大家想一下 陀螺就是下面比较尖 而上面呢比较大 但是当它高速旋转的时候 我们发现 它也能够稳定的在那里旋转 一些倒过来的结构呢 它也有可能是稳定的 和平衡的 那么在我们自然界当中 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结构 比如说风式蘑菇 由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那么它看起来 也跟陀螺一样 是非常非常的不稳定的 像一个倒立的金字塔 但是由于它质量分布相对均匀 那么它在自然界当中 也能够长久的屹立下去 那么今天呢 我就希望跟大家一起来探究一下 这些现象背后的物理故事 好 谢谢朗老师 朗老师就是我们在想 就是刚才您说 那些很奇怪的建筑 它都能够停下来 是不是因为它在水平上 或者在树枝上 它受到的力什么 就都抵消掉了 没错 树立平衡呢 是物体平衡的一个首要的条件 我手里有一杯水 我把它放在我们的桌子上 这个水呢 包括这个杯子 受到一个向下的重力 那么我们的桌子呢 也给我们的水 一个向上的支持力 这两个力呢 在方向上是相同的 但是呢 大小相等 因此我们这杯水 能够放在我们的这个桌子上 保持平衡 现在我将这杯水 放到我旁边的这个鱼缸里面 那么大家想一下 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 大家注意看 这个水杯沉底了 作为水杯和水来讲 它的重力 一直没有变化 当我把它放到水面的时候 它受到两个力的作用 一个力呢 是向下的 它自身的重力 那么另外一个力呢 是水给它的一个浮力 当这两个力相等的时候 我们这个水杯 就能够浮在我们水中 某一个位置 那么当这个力不平衡的时候 它就沉下去了 所以我们说 要是物体平衡在某一个位置 那我们需要两个力是平衡的 所以还是有浮力最重要啊 第一道题跟浮力相关 请听题 我们把鸡蛋放入以下哪种液体当中 鸡蛋会浮起来呢 A 白酒 B 白醋 C 蜂蜜水 哎 梁老师 因为我和嘉莹试过 你用白醋试过啊 那个鸡蛋就怎么样啊 浮起来了 我看那个白酒应该是冒着那个气泡 有些东西浮在碰着那个气泡的话 它就会浮起来有些比较轻的 我就在想那个鸡蛋应该也没有那么重 应该也会浮起来 人如果喝了白酒喝多了的话 也浮起来了 是吧 咱们先把答案选定好不好 来 三 二 一 临时选了个C 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呢 咱们还是用实验来说话 究竟正确答案是哪个呢 首先上场的何博士将鸡蛋放入了白酒中 鸡蛋沉醉在白酒中无法自拔 那阿陈家的白醋真能把鸡蛋浮起来吗 红果果的鸡蛋真的成功浮在风里水上了吗 那这个第二项 这个阿陈你自己来试好不好 这个是白醋 阿陈你的荣誉时刻 哎 哦 也成了 哦 也成了 差一点 浮了一下 他浮了一下 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 阿陈家的白醋 阿陈你们家的白醋现在有什么问题 他家的白醋叫陈醋 因为我哥家已经试过 鸡蛋在白醋里面是不能够浮起来的 那最后呢就只剩下蜂蜜了 那我来放吧 红果果自己选的蜂蜜啊 来 一 我们一起喊 一二三 三 我好紧张 诶 真的浮起来了 哇 刚才大家已经看到这个实验了 其实这个原理啊 跟刚才我在水杯里放水的原理是一样的 当一个基蛋放到三种液体当中 它受到的浮力和两个因素有关系 一个是它排开的水的体积 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排开液体的密度 啊 那么当所有的基蛋排开的体积相同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需要比较的就是这些液体的密度 在这三种液体当中 无论是白酒还是白醋 它们的密度呢都是小于我们的蜂蜜水的 所以相比之下 蜂蜜水为我们的基蛋提供了最大的浮力 因此 答蜂蜜水的萌麻们 你们的答案是正确的 非常好 通过浮力实验 萌麻们对重力与浮力的平衡 关系有了充分了解 那这满场的木头柜 又是在展示什么神奇的平衡原理呢 萌麻们擦亮你们的双眼 速度飞快 请勿眨眼 大家能够注意到 我们的这个木柜呢 是彼此的交叠着向后压着的 那么下方的这个木柜呢 会受到一个上方木头柜给它的压力的作用 同时呢 下方的木柜呢 会给上方的木柜一个向上的弹力的作用 那么我们从开始的位置 一直向这个方向 这样盘过来 像边辫子一样 那么到了最后呢 我们用了两个夹子 把这个夹住了 也就是最后我们用压力 压住了那个弹力 因此呢 现在是一个平衡的状态 好 我们现在可以试一下 如果我们把夹子拿开 我现在手上已经感觉到 能够感觉到 对 我已经感觉到 哇 这个有一股力量在这儿了 那么现在呢 这个向上的弹力有多大 何佳为了保证 它是不被破坏的 那么它向下施加的压力呢 就要有多大 阿诚你这样 我放一只手指啊 你用你的手指按住 你来感受一下 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力量 有吗 有 好 现在你暂时先不要松 我们待会呢 喊一二三 你就把两只手松开好不好 好 待会大家要注意 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一 二 三 哇 这个好厉害 哇 太棒了 哇 一口气啊 就能这样冲到顶了 是不做气 我真的没想到 它能从这儿 就是一下 它就自己就能往那儿去 很棒啊 那其实 其实这个真的说明 牵一发动全身 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彩色的弹力多米诺 利用了弹力和压力 每一个木条的弹力 都被另一个木条压住 并开启了一个新的弹力 如此反复 形成了竖直方向上 力的平衡 下面 两只将带领孩子们 进行拔河大赛 又有怎样的平衡 在等着它们呢 红火部队 一大五九 左向无敌 耶 快快快 第一届萌娃拔河大赛 开始了 Ladies and 乡亲们 奇幻科学生的第一届 拔河大赛 现在就要开始了 大乔队 你们准备好了吗 雅典娜队 你们准备好了吗 假雅队准备好 三 加油 二 一 获胜 哇 哇 哇 有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事实 请问为什么他们赢了 我觉得因为我们队友马春宝也 哎呦 你是一支我最重是吗 我们今天是一个系列赛 这刚刚是第一场 现在呢 雅典娜队暂时一比零领先 那么为了能够继续挑战强大的雅典娜 大乔队 现在被给予了一个特别的权利 你们可以增加一位队员 那个那个 对 举手就是你 在今天节目里我们是要找到水平的力的平衡点到底在哪儿 刚刚呢雅典娜队赢了 就说明平衡点呢 我们还没找到 你们这边重一些 那现在我们要找到 到底这两队的平衡在什么地方 现在大和上来了 大和 我们这个比赛叫什么 你告诉我们 八和的比赛 这个比赛就是以你的名字命名的呀 八和八就是你啊 接下来我们要期待一下 雅典娜队和大乔队的第二轮较量 这一次啊 因为这个绳子很短 所以呢 女神们在旁边为你们助威好不好 但他们俩都不能参与啊 Round 2 Ready GO 来雅典娜赋予你们神力加油 加油 大和的加入削弱了雅典娜队的力量 使大乔队反败为胜 但是我们的比赛还是没有找到力量的平衡 到底双方的平衡点在哪里 郎海涛老师将拔河绳的一端一分为四 让大乔队的四名萌娜每人拿一段 分别往四个方向上使劲 再与雅典娜队较量 大乔队还能像刚才一样获得胜利吗 我们今天的第三场拔河大战就要开始 Round 3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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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我宣布雅典娜队获得了胜利 刚才那个对方我们也说过了 从来没见过 因为这边的四个呢 拿的是四条分开的绳子 三人队拿的是一根绳子 老师这个绳子跟结果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是这样的 刚才在我们的第二场比赛当中 因为这边的萌娃多一个 四比三 力量更大一些 所以这边赢了 那么在我们的最后一场拔河比赛当中呢 我们在这边将绳子 由连在一起的一根变成了四根 这样的话呢 在我们四位萌娃在拔河的时候 他们的力量被分散了 最终呢 在这个作用线上的这个河粒呢 实际上是变少了 因此呢 这个平衡被打破 我们人少的三面的萌娃 反倒获得了胜利 这就让我们想起今天经常说的一个词 叫要讲究团队精神 集体意志 就是说心往一块想 劲儿往一块食 这个人多才力量大 今天啊 我觉得要把掌声给我们现场的这几位大力士 辛苦啦 其实呢 还有一个关于平衡感的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啊 是在咱们的这个新十万个为什么问题征集当中 一位来自青岛的叫双双的小朋友提出来的 那咱们把这个题目稍微变化一下 也来考考咱们现场的萌娃宝贝们 请听题 请问平衡感很敏锐的人在海洋航行中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三种 A 晕船非常严重 B 头重脚轻 C 没有任何反应 三选一 红果哥我问一下哈 就是你平时晕车吗 从来不晕车 因为我自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平衡感挺强的人 因为平时很少晕车 几乎也没有晕过船 我平衡感又那么好 应该是没有任何反应吧 很无理平地 是的 就是在平地上 那问问孩子们 来 秦琴 你为什么选A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地球的自转 我们是感觉不到的 但是在海里头 那个船呢 它就开的 起码比地球自转要快很多 然后人站在船上 如果它平衡感特别的敏锐的话 它可能会觉得就是整个它都在转 然后转着转着它就晕了 倒数三个数一起亮提板 三 二 一 很分散的 你看这个答案非常分散 什么答案都有啊 果果选的是C没有任何反应 是根据自身的经验出发的 对 我觉得我平衡感很好 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呢 这道题的答案是 A 妈呀 这个果果虽然平衡感不是特别敏锐 但是它的反应很迅捷 对吧 我们那个气刚一出来 还没有接触到它的头发烧 它来压往前一滴哦 没有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我的头发梳了已经半个小时了 这一吹又就完全就泡糖了 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老师 这个平衡感敏锐的人 怎么会晕船特别特别严重呢 我自我感觉 我是一个平衡感很好的人 但是到了船上晕得昏天黑地啊 可是我为什么不会晕呢 我的一个同学 他在路上其实平衡感不是很好的 我们一块走马路牙子 我走的从来都是直的 可是他就从来走不直 可是在船上呢 哎呀 他却完全没有任何反应 一直在照顾我们这些晕船晕倒的不行的人啊 哦 你要去打赤壁之战的话 你只能参加曹军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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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个问题像我是这样 我开车呀 不会晕车 但是我坐旁边我会有一点点晕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刚才红果果你提的这个问题啊 和我们今天这条题目 它完全就是在一体的 我们先说在船上会怎么样啊 其实呢我们人体保持平衡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就是我们内耳的这个耳窝 然后当我们的身体的姿态发生变化的时候 耳窝当中的这些前提神经 它的这些感受器啊 它就会感受到我们身体的这些位置的变化 然后呢给我们的中枢神经告诉我们 我们要调整姿态了 比如说当我们的船向左边偏的时候 它就要告诉你 哦 那我重心就要移过来 好 但是啊 如果您的这个平衡感特别好 特别敏锐的时候 那么它就频繁地 跟我们中枢神经发送这个信号 调过来 调过去 调过来 调过去 调过来 调过去 调过来 调过来 然后最后 这人不能去低厅啊 不能去碰低 最后的结果就是脑袋被它搞晕了 哦 无所事从 所以呢它就出现了这种晕船的反应 那么至于您刚才说到的 为什么坐车会晕 开车不晕 这个时候恰恰就是因为 我们开车的时候 神经是保持高度的 专注的 所以这个时候 它对这个潜艇耳窝啊 传来的这些刺激呢 就不理了 不管 你说往那边 我不管你 我要开车呢 我注意看钱呢 所以呢这个时候 它恰恰就不容易晕车或者晕船 哎呀 太好了 太好了 但是有一些年轻的爸爸妈妈 经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就自己的孩子可能年龄很小 但是天生的就晕车 这个有没有可能是日后调整过来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啊 其实越是年纪小的小孩 小朋友 他晕车的这种反应可能会越强 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啊 它的这个潜艇功能非常敏锐 它还没有办法去分辨哪些是 这个无意义的这种刺激 哪些是有意义的都把它收集起来了 那么随着他年龄的增大 或者是乘坐交通工具的这个时间比较久了之后 他慢慢慢慢的就把这些很敏锐的这些东西 无聊的这些东西没有意义的就屏蔽掉了 所以呢 他的晕车晕船就会慢慢的好走 所以说是 其实这还是一个年轻的表现 哎 我就觉得这个椅子啊 我就一直想吐 你知道吧 坐在椅子上 那你是身体上发生了一些问题 你这个应该是生理缺陷 但是呢 这里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啊 这个平衡功能 包括我们潜艇的功能 它是可以进行训练的 所以接下来啊 我们就一起来做这样一个练习 我们教大家怎么来训练自己的平衡能力 来 我们到中间来啊 那我们知道对于老年人来说 我们防止跌倒 保持平衡的能力非常重要 咱们走路都是每次都是单腿着地 对不对 老年人一般来说 我们知道他走路的时候 一般都是单腿的平衡能力 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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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人类进化过程当中的一种动作 大家起立 何博士的平衡感小游戏 不仅可以让我们了解自己的平衡力情况 更可以针对老年人进行平衡力训练 防止老年人摔倒 下面平衡感终极大考验来了 平衡半球的不稳定 会加大人体对自身平衡感的要求 两位萌娃初次体验都展现了不俗的平衡感 大大增强了马春萌和红果果的对战自信 但是他们的比赛结果怎样呢 你不一定要使劲 我觉得他自己要倒 你等他一下 三 二 一 开始 哇 身藏不浪啊 红果果 这个火锅实在是太猛了 太猛了 相信一定是他们没有掌握诀窍 这个游戏啊 比较的不单是谁的力量大 能够把对方推倒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谁能更好地调节自己的身体 保持平衡 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 这个球它不是一个平面 我们站在上面去了晃晃当当 其实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重心 和我们的脚不在一条这个数值线上 重心呢 在这个数值线之外晃的话 我们人就容易掉下来 如果我来做的话 那么我可能会把重心稍微地下降一点 换句话说 我屁股撅一下 这样的话呢 我的重心之后 在我发动进攻的时候 我的重心前移 就不会特别地冒进 朗老师教授了游戏小敲门后 郑义博士果断决定 和何家博士再赛一场 几身狂人何博士 与超级敦文郑博士 将要挑战更高难度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半球呢 给他翻过来 啊 到底谁的平衡感更强呢 翻过来 我们要互相帮助一下 互相帮助 来手挽手 来 新年新 哎 好 来了 我可以 我可以 那是因为我在撑着你 稍微蹲一点 稍微蹲一点 正义把这个球踩成了一个饼 我跟你们讲 真的踩成一个饼 摇摇晃晃的推手掌游戏 让我们了解到 人体需要各方面的协调 才能找到重心达到平衡 那么问题来了 不规则的物体 要如何寻找重心呢 你想测试玩具的重心吗 赶紧让你的爸爸妈妈 准备玩具 年线和小磁铁 让我们和郎海超老师 一起来寻找物体的重心吧 我在这个不规则的 这个车的KT板上 我用了一根绳子 那么下面呢 我在绳子的下方 加上一个重锤 这样的话 我把它吊起来 那么这个重心呢 就应该在这条直线的方向上 然后呢 我们再换一个角度 再用另外的一根绳子 再做一次悬挂 然后我们会发现 这里有一个焦点 焦点的位置 就应该是重心的位置 现在这个重心 我已经找到了 大概就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实验 大家看一下 我的手支撑在 重心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KT板呢 就稳定在我的手上了 这就说明 我找到了它的重心 物体的重心啊 不一定在它的内部 我这里面 有一个三角形的架子 我们利用刚才的方法 大家会发现 这个焦点就是它的重心 那么它的重心呢 是在我们这个空气当中的 这个很难想象啊 重心在空气中 既然朗老师呢 给我们教了很多 这个寻找重心的办法 那接下来 咱们这条题目呢 就跟寻找重心有关了 请听题 那么我现在手上呢 有这么一个一拉罐 请问 一拉罐中的饮料 我们要把它剩下多少 才能把这个一拉罐呢 倾斜放置 三个选项 A 剩余三分之一 B 剩余三分之二 C 把它全喝光 嗯 饮料我们平常都喝 但是好像 没这么考虑过问题啊 怎么把它立住 斜着立住 我个人认为 反正三分之二 是肯定不可以的 因为它这样倾斜的话 我觉得 里面的饮料 还是会露出来的 会流出来的 先亮铁板 好吗 三 二 一 嗯 啊 红果果选的是A 选B的是最多的 为什么呀 就是有一点点 凭直觉啊 然后又不会流出来 这样的话 你主要是怕它流出来 特别怕浪费 一拉罐里有多少饮料 才能倾斜放置 为了答案的准确性 实验黑重量博士 果断退出实验验证 奇幻科学人录制到今天 所有实验 只要经我手 没有一个能达到 科学上的效果 三位博士将挑战三个选项 究竟谁才是正确答案呢 这道题目的答案究竟怎么样呢 其实这个罐子就在咱们手中 试验试验也就很清楚了 好的 那我们来试一试吧 我们一罐这样的饮料 是有三百三十毫升 那么它的三分之一 就是一百一十毫升了 这样我们倒着来吧 我们先空罐 好想喝 这样 往后头 反正怎么着都不行 那我们现在再来试一试 剩余三分之二的时候 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要倒出一百一十毫升了 诶 我先尝一口 怎么样 过真价实 八二年的可乐 嗯 较长 三十多年 早过期了 好了 那现在我这里边剩下的呢 大约就是 一百一十毫升倒出来了 我们来试一试啊 现在剩下三分之二了 一二 还是不对啊 好 那是不是三分之一呢 嗯 就剩下最后一个 好 你可以把这个一百一十毫升 倒到这个空罐 那也是 好 好聪明啊 现在给他试一试 闪到这个空罐 好 真的 那我们这次还是在这个 上门离吧 好 来 试试吧 三 二 一 神奇 多容易啊 这个好棒啊 导演松了一口气 这个问题呢 其实还是和重心有一定关系的 那么 当饮料是满了的话 那么它的重心呢 就像刚才我们讲过的一样 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饮料瓶的中心位置的 在中心位置 那么我们试图倾斜它的时候呢 这个重心和它的这个支撑点就不在数值方向上了 因此呢 它不能够稳定的力在这里 就会倾倒 但是当我们把饮料倒到三分之二 只剩一三分之一的时候 那么我们这个重心就会发生变化 大家注意看 这个时候重心啊和我们的支撑点 其实还是在一条数值方向上的 因此呢 它能够稳定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其实呢 听到刚才朗老师的解释啊 我们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你看实际上有很多这种倾斜的建筑 之所以它能够保持它的这个形状 也是因为它的重心啊 要在它的这个支撑面以内 再次感谢咱们帅气的神奇大教授 感谢红果果姐姐